我問你, 香港電視主張 第一隻報偶是誰? 這麼深, 問他吧 問我吧, 只有我不知道 你不是吧? 演戲而已 其實不是我選擇報偶的 說起來很奇怪, 可能是報偶選我 每個人其實心裡有很多事情想的 又或者我們扮演一些不同的角色 能夠透過報偶 可以跟小朋友或者跟其他人 有另一種方法去接觸 其實是很幸福的 你好… 在這個節目中, 我就是這個節目的主角 不是你是主角 所有的小朋友才是主角 你們還記得他嗎? 有東西買, 很漂亮的枕頭 快點來看看吧 小姐, 你快點看看 這裡有兩個很特別的枕頭 特別介紹, 這個你拿起它… 這個叫美夢枕, 你不要遮蓋我 介紹Helie哥哥 更重要的是要介紹他的爸爸 是 家明叔叔 可以說的是, 盤古初開香港 第一個兒童節目的主持人 是家明叔叔, 你的爸爸 是呀, 一九五九年 應該當時剛好就是… 連電視都沒有中文的, 只有英文 我爸爸的英文又不是很聰明 他說不如你這個節目就叫做Kelvin's Corner 他說我有個英文名叫Kelvin嗎? 這樣就已經做了家明叔叔了 但是他只有一個人, 整個表演 他是很苦悶的, 一個人做了什麼 去回答一下 所以他就帶了報偶 所以他就是第一個會做報偶的人 是, 全香港人 第一個在電視上做報偶 出現, 報偶 第一個報偶就是我媽媽做的 是嗎? 而且那隻公仔, 全部都是我媽媽的絲襪 或者是爛了的衣服之類的 物盡其用 其實這麼多年來 一直堅持報偶這件事 是不是都受到你爸爸的影響? 我想一定是 因為沒有一個爸爸… 我想我還沒看到一個爸爸 是拿著一隻公仔 然後教兒子, 你就這樣放手進去 然後你又要說話 通常都是你好嗎? 你好嗎? 我就說, 你好嗎? 不行, 要連接, 嘴巴要跟著它 通常我們玩的公仔 就是有手、有腳, 這樣動動 他不是他給我這個 那就最難的 為什麼呢? 當然很難, 別這樣 因為在說話的時候 要跟著嘴巴 我最喜歡看這些東西 我爸爸第一次去到英國 1977年, 他有機會去英國 當時有一個那裡的兒童子 他主持人送給他 是呀 是呀,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木嗎? 是呀 是呀, 挺短的 是呀 他真的比我們老了 差不多 而且他是第一個可以… 這是你爸爸的 這是我爸爸的 是呀, 你伸手出來 是 然後跟著 你好… 那後來呢? 是呀, 後來怎麼樣? 後來跳飛機就出現了麵包頭 是呀 麵包頭就是動手指和動口 你好… 就叫做字字枕 那個發明和設計 就是由芝麻街那個… 做那些布偶的人 幫我去做設計的 哦… 但是我不夠錢去找他們做 是 所以他就告訴我 他就寄了一些布料給我 是 以及一個的紙樣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原來是這樣 就給你們一個秘密 真的沒試過的 你看看 原來他呢 你看看, 是這樣的 因為當… 你記不記得 我剛才第一個公仔呢 就是他 他是不是只是動口的 是呀… 原來跟這個完全一樣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這樣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完全控制了 我很少的動作 然後呢 連著頸 整個都可以動起來 更加靈活, 可以表達 因為公仔需要靈活的 是 好了, 然後這裡… 他們很講究 去到哪個位置用什麼材料 然後接著就輪到身體了 好了, 身體之外就輪到腳 那我以前… 因為他要換褲和換衣服 這麼漂亮? 所以就做了一件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可以拆出來的 然後放上來 這樣可以換褲了 對, 就可以換褲 還有有時候 我們會在岸頭木偶做 例如你看到… 只看到一半的 有時候 這樣我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不需要這個吊著在下面 是… 因為如果吊著在下面 如果在下面收聲 經常這個東西… 扯著扯著 又阻礙你 那你可以脫掉它 所以這個才是身體 是… 這裡應該還有一支棍天的 這支就叫專業了 你不要拆開它 受爸爸影響 Harry哥哥在86年 投身成為兒童節目主持 三十多年來一直保持同心和信念 現在呢? 有機會做兒童節目其實很幸福 說出來是很老套的一件事 是 是真善美 但是其實小朋友 我們真的有個責任 要讓下一代要知道 有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讓下一代覺得 我們需要有智慧 還有有權力 但是實際上 那個世界現在走得很快 其實進步得很快 人要的東西也很多 反過來 人在一方面這麼進步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想想就是一塊爛布 然後做了一個公仔 還要連棉花都沒有 所以你才要伸手進去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給了生命快樂 我覺得就是找回初心 是的 因為初心就是 你快樂是來自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我覺得像做兒童節目 就等於… 我自己當初做的時候 還是覺得 其實我怎麼做呢? 因為訓練班沒有教的 我覺得針是最好 你說我有點乖乖的 我自己的性格是這樣 是的 我覺得真善美 真是先走 所以真是很好 真是很難的 真其實是很珍貴的一件事 現在世界上 其實要找到一些真的東西不容易 但是我們接觸小朋友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 沒錯 你說得對 是嗎? Yes 好 早期TVB有不少兒童節目 不過大部分以教育性為主 現在我們會介紹一些小技巧 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可以在郊外露營 或者過野外生活的時候應用 非常好 真正教育與娛樂並重的兒童節目 跳飛機是第一個 跳飛機在播出之後大受歡迎 逆促成了之後兒童節目的誕生 知道7、6年就是跳飛機開始播映 有否想過這個兒童節目會這麼受歡迎 我曾想過 有想過嗎? 這麼有信心? 是的 為甚麼? 因為主要是我們知道 雖然我們第一年是兩歲至三歲 第二年是三歲至四歲 第三年是四歲至五歲 五歲至六歲 後步會升級 但我知道肯定 小孩子在家裡看的時候 他們公公、婆婆、干貌、干貌 跟哥姐姐 甚至有工人能坐一起看 照顧他們一起看 對,ús解釋給他們聽 歌ボ哥一起唱 所以很開心的時刻 我開心 因為乘飛機能得到大家的認同 ull부ba 節目裡面每集會說了 確定主題 enter Pinny哥哥會帶領怪獸和飛機子女 透過唱兒歌 玩遊戲 Diggy, 推個筷子, 先打開 還有講故事 讓小朋友可以從不同角度中學習 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隻手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人 人和人都… 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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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很大火, 很厲害, 很厲害 你們知道我們今天來這裡做甚麼嗎 開火 不同的主題當中 Sunny哥哥對海這個主題特別深刻 我和當時只有四歲的Billy仔 去大龍灣拍外景 我要靜靜地在他耳邊一邊說 他聽了之後, 有分有寸, 有感情 Sunny哥哥, 你不是說看海嗎 Phillie, 這裡就是海 不是, 這裡是大龍灣 大龍灣不過是這裡的名字 這裡就是海 兒童節目, 在你而言 不單是做個節目這麼簡單 是… 那個節目是一個獄嬰 不是你的獄嬰 我覺得每個人的小朋友 都是上天賜給你們 一個很好的模型資產 我覺得做人應該有一個好的裝腳 好的基礎 我們可以先贏到終點線 是不是這麼好 是嗎 厲害 很難得 我覺得不容易 除非你真的好像阿譚 你真的把心放進去 投放進去 你這個不要說是工作 是一份職業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我一生裏面 上帝賜給我的 因此我可以有機會 跟小朋友分享我自己的知識 多謝